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赵梅主,今天是二月十一号,十一,OK,二月十一号,感谢赵梅主,那今天,现在时间是凌晨两点,差不多两点,那东方那边已经下午两点了,好,感谢赵梅主,我们每一天都要养万主,每一天都要听着主耶稣的手到天家,要记得爱神,爱人,要记得祷告,而且要鼓励家人,好不好? 好,大家继续努力,今天我们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神就把一切提示给我们回家的时间,但是当然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小时了,差不多哪一天今天神就提示给我们,所以大家很紧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很努力的向前走,而且没有埋怨,没有complain,OK,所以神就很喜悦我们这一群人,我想一大群人,那包括很多在中国大陆的,那感谢赵梅主, 昨晚万能神照常出现很大颗的心,表示神对我们的爱走,然后走过去另外一端,20世纪都可以看到,然后可以看到很亮的光发出来,那昨晚不是立宝石的光是,当时是白色的光,OK,这些时候都是白色,圣洁白色的光照出来,那立宝石的光也是表示神的存在,那接下来天空上都是满, 天空都是天使,然后背体的光,好像我现在闭起眼睛,都是看到天使满天空,然后轮过你注意,因为看到很多秘密,所以你注意看一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翅膀在动,在动,真的很奥妙,很美丽,OK,这个美景,好,接下来李明之良,弟弟华强下来的李明之良,非常感谢弟弟华强每天都寄来这个李明之良, 还有一个我要感谢的,就是在中国大陆的Kelvin,他每一天都把我们这个,这个WhatsApp信息放在YouTube里面,然后还有在他中国大陆,以前是放YouCode,当时因为有些原因,他就只放在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台叫什么,是Shino什么,但是很感谢主,我们继续努力,真的我们要回家了,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群,其实最初我们祷告的一群有Kelvin Meek,还有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媳妇,还有我的女婿,我的女儿,我们这一群人每一天都有祷告,但是过一阵子,因为其他原因,搬走的搬走,回到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回去中国的回去中国,所以当时我们在WhatsApp里面,不是WhatsApp,在 在Skype里面,我们都有祷告,一起祷告,每一天都一起祷告,到最后啦,慢慢人数就越来越少,当时我们还是继续祷告到最后,感谢赞美主,好,这边耶利米苏第十七章第十节里面讲到,我耶和华,就是上帝说,他耶和华是检查人的心, 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所做的,神都有检查,都有看到,天堂都有纪律,所以他最后怎样报应我们,怎样赏识我们,就是看我们做的好坏,而且做的好的话,讨杀喜业的,又做到多少呢? 当时我们尽量,我们尽量,你不能够说,我刚刚认识主耶稣,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不会的,神的奖赏有一点,跟神不一样的,好,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当人老的时候,回顾一生不能,不有所感触, 虽然有人,冤天忧人,有人自焉自哀,有人亏自命运,有人不知谁,为什么会怎样呢? 我的生命为什么到最后是这样呢?当时,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许多情况都是根据自己所动下的原因,而结成的果子 所以,罪有罪的结果,现在讲到罪,早上也,昨天早上也是听到,听到声音讲什么?他讲,罪,罪,很多罪,OK? 就讲到世间太多罪了,所以我们就要离开了,那这边讲到,上有上的结果,一人有一人的报应,二人有二人的报应, 罪有罪,就是一个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好,有好的收成,在那一方面做的坏,就有坏的收成了,那祸福,赏赏,或者是惩罚,都是正当公义的 绝无差错,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神是不会有差错了,感谢赏妹,就会接下去 当然,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如果你中瓜就得到瓜,中痘就得到痘,所以做好事,做好了就有好的报应,做恶就有恶的报应 当时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悔改,所以从一个非基督徒到一个基督徒来接受主耶稣给我们个人的救恩 那就有远生的生命,把以前的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罪,一切的做了不对的这些都埋葬了 就像主耶稣在我们洗礼的时候,以前的罪都埋葬了,我们复活起来,然后爬起来就是新的我们了 所以感谢赏妹主,以祂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以祂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而且以祂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心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会做错了,如果有做错的就赶紧悔改 慧改就是说,从今以后不再做了,而且要记得,如果慧改就是说你哀哭 你很痛苦说你以前做错的,如果你今天你以前做错,你只是说对不起 然后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一个慧改好不好 如果有真正的慧改,你就会哭,就会哭说 神啊我不应该这样做,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了你得罪了人 所以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谦卑的痛苦,哀哭说 以前的你不再做了,以前的真的太错了,神请你原谅我 就是这样,一定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OK,感谢赞美主不只是这样,而且要很谦卑的 哀哭,以前做的真的太不好了 所以就是真正的慧改 接下来就是说,神看我们的心存的动机是如何的 OK,然后就看做事的结果 虽然当时是不是好是坏 但结果如何呢?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才证明事情对自己是好是坏 所以通常你不能够一眼观就来评判人家 不能够神是要看人家是不是蒙他喜悦 对人是否有真正的利益? 不是利益,就是益处啦 真正的对人是不是好? 还是心里存有恶机呢? 有那些不好的心机呢? 所以最后的报应是在将来,许多是尚未显入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到以后的时候,一切就会显明了 像保罗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所看的 看到神的果度,看到神所提示的我们的 只不说模糊的一面 但是我们真正的到神面前的时候 一切都显明了,一切都会了解的一清二楚了 最重要的就是要当场现在就要醒悟了 绝不能够随便行事为人 所以不能够说到像robot这样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真的很患罪的一件事情 是神非常愤怒人这样做的一件事情 好,那基本的区别 由于到底是随从情谊啊 或者是顺从圣灵呢?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 所以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 不要靠着这个 不要随从这个世间的情谊 所以感谢赞美 我们大家都会改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还有一些人呢 神已经用了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讲到好像用我家人的比喻啊 这些还有一些其他人的比喻 就讲到说这是真实的 我们人做错了一定要悔改啊 所以希望啊 就不管是马来西亚是在温哥华 是在温哥华 是在温哥华不只是密在那边 我还有其他弟兄在那边 弟兄姐妹在那边 还有Ferryton Ferryton只有另外一个是Christy而已啊 所以Ferryton不多了 然后呢还有马来西亚中国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某一个人 以前有分外情有同性恋 或者是堕胎这些 一定要悔改到主面前 不是说对不起这样 就是真的心里真的讲对不起 当然通常心里讲对不起的时候 通常眼睛就流一点眼泪了 如果一点眼泪都不流 而且也觉得没什么 那就没有真正的悔改了 所以好感谢赵美族 不一定你说莉莉啊 我是男人啊 不流眼泪 如果你真的靠圣灵的感动的话 眼泪一定会滴出来的 OK 感谢赵美族 看那个图片 今天有两面 所以我们就看第一面 好 昨天早上一醒来就看到这个 我画的不像就是一个通道 通道到天台 这个Poro 到天台那个通道 好像把它切开一半这样 给我看到 然后里面有一条好像 筷子这样 当时是红色的筷子 那时我想起什么 想起去年的9月1号看到的 一项就是one finishing 就是一就完成了 我现在才知道one finishing是什么 是一个星期的吧 一个星期就完了 好 接下来 为什么你说莉莉 你现在才知道呢 因为到后面那边神有奇事 真的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真的不能够的 一定要靠神的圣灵奇事 好 不靠实力 不靠才能 第三那边我就看到什么呢 叫一双手 尤其是右手 有一个盘子在前面 盘子在前面 然后一双一双手就把盘子向前抬过去 如果我这样看过去是从西到中间过去 就是说吃完了还是什么 但是这个盘子是空的没有东西 然后有一双的筷子 筷子 然后神的手就在空中 空中就是盘子的上面一点 就看到有一个汤匙 这个汤匙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但是他就手伸过去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就放在盘子上面 跟那个筷子一起 就是看着神在做了 所以这个摊子 我相信就是代表这个容器 就代表我们下来要带我们上去 那筷子就是表示还有时间多少 所以我现在比较能够肯定的说 一双筷子是代表一个星期 或者是六天了 感谢赞美酒 那接下来是看到好像有 就好像我这样画的有三个四方形这样 然后下面写着什么很多 写什么很多呢 OK很多那时候我听到声音讲说什么 那是4点22分 昨天早上4点凌晨4点多 听到声音说两三天了 两三天了 两三天了 这边也不是说剩下两三天了 以前我就认为说是两三天 现在可以说是时间很近很近了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意象很多 接下来就听到声音说陈建华 我不知道谁陈建华 就听到声音讲陈建华 不一定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名叫陈建华 然后说起来陈建华起来 OK陈建华不要睡觉了起来 OK感谢赞美酒 那接下来第五那边呢 我就刚才讲到很多 我想是很多人已经相信我们就要到了 末了主耶稣就要借我们回了 大家都在准备走正义的道路 不再换罪了 不再被这个世间的情义影响 而且很强壮的仗起来 来喜悦做神喜悦的事 OK就等候主耶稣来借我们回 进步在这个世界 好第五那边就看到10 就好像我写这样 然后有挂呼这样 10然后下面写22 22就是到新天新地了 就新天新地 10就是完成了 完整了 大概这个就是跟我们讲 要完整了就到新天新地了 有时候神就是用这个数字来跟我们讲话 好接下来第六那边我就看了个整方形 这个方格是方格是方格 如果我没错是六个 OK当时我画了七个 忘语我写错呢 因为我数错呢 差不多是六个 六个七个 六七个 然后旁边有一个四方形 这个四方形 我觉得这个四方形是讲到新天新地哪一端 就是讲到还有六七个WhatsApp之后 六七个WhatsApp之后 就到新天新地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这个一个箭头 只上去 上去 然后这个里面一个四方格 四方格当时还有下面一画没有 就是接下去 就是这些方格就是说 达成了之后 从不完成了之后就是上去了 就是回到回天国了 好接下来第七那边我就看了这个好像video这个画面 然后下面有写着字 然后就好像一首歌 其实是好像一首歌 好像每一天先给大家的youtube的歌 这样 然后就听到声音讲说 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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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要责备 我们如果不准备好 他要责备我们 不准备 现在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 他会责备我们的 会责备我们 那责备呢 给给我聪明智慧 也是说 责任准备 责任准备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准备好自己 到信天心地 不要认为说 Lilia我现在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到时候的时候 我明天要被提的时间到了 我今天才准备 没有没有 现在更要加准备 更要使神喜悦 大家继续 好像昨天看到一定 就是一定被提回来 一定被提回来 然后说保持保持我们跟神的一个美好的关系 感谢赵梅 那说Lilia怎样保持美好的关系呢 就是要爱神爱人走正义路 不被世界的情义 不被世界的罪恶影响 要站得稳 穿上神给我们的精装 上神的精装 然后要有圣灵的酒 尽量要有圣灵的九个果汁 好接下来呢 第八那边我就看到天父天子 又再看到天父天子了 他们大概想一再商量 到底今天要不要真的跟Lilia讲 然后Lilia才能够跟每一个人这么谦卑的 每一天等候着神的启示 每一天都等候着背提的一天 所以神说就是我们的阿爸父跟主耶稣在商量 到底要不要跟大家讲了 然后就跟刚刚要经过圣灵就到我们这边了 好 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字箭 文箭的箭 文箭的字箭是人之旁 然后又有一个牛 OK 一个一个牛 OK 几话呢 是六话 六话通常是代表六天 当时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六天 当时到最后那边我们就很确定说 是最后的六天了 当然之前有看到一项七六 就是说当后面那边七六的时候就是六天 然后到七天就被提 这些时候神就会提示给我们了 好 如果看一下我们这点功课2016 2016 有没有中间有一个红灯 OK 就是会二十也是代表被提也是救 就是成功了 OK 也是救恩了 OK 就是十六 十六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十六 然后有橙色的光照着的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完成了这十六到十六号 然后呢我们不是有看到十八吗 八十八十八八对不对 还有我有看到白色的十七也有看过 所以后面还有两个数字 所以大概就是十六那边就是完成了 完成了我们的准备 就是要下来我们要回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什么一个好像Y这样 Y呢就好像三个牙签 牙签把它形成了一个Y 然后旁边又有四个 所以全部是七个 好七个 当然这三个 三个Y Y是什么 Y就是YES OK Y就是YES 也是Johava 也是我们的耶和华 OK 对于现在想想到那一次看到阿八父不死 然后有看到牙签 牙签有几对啊 有四对的牙签 最后也是看到神的所在那个牙签那边 对不对 OK 所以就用这个牙签行着牙尾 OK 耶和华 十一那边就看到很多人 但是还没有看到很多人之前 就听到我先生讲什么话呢 他讲相门话 他讲不好吃 不好吃 OK 当然我先生信心会比较软弱 他的灵命啊不是那么好 因为大概是因为 他从小到大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出神的 不像我们这些以前是拜拜了 所以来成为基督徒 我们就很虔诚 就远远跟随着主耶稣 远远不放弃 主耶稣就可以分别为生 就是说知道说在非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怎样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又是怎样 所以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远远不放弃了 就抓紧着主耶稣的手 但是如果是一路来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出神 也不是说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有上教会的这种家庭出神 他们通常会不会感觉到什么 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荡荡而过 所以有好也有不好 就是不好我觉得很多不好方面 但是呢有好就是说 有着家里有谈到主耶稣的事 而且哎呀就讲到我不知道怎样讲 然后呢就听看到是很多人 我相信这个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当中疫情里面忍了很久了 很多人就觉得哎呀 莉莉这些信息我不喜欢听 我不想听 因为你一直讲要来要来没有来 一直讲要来要来没有来 就像我先生以前就是这样 后来神给他那一天 他就问我 你不是讲说今天要走啦 怎么我还在这边啊 那时候他在讲的时候 他的肚子就立刻就痛了 立刻给他一个惩罚痛了 他痛了他之后 他就不敢这样讲了 ok 感谢赵梅就 ok 我只能够靠神来跟他讲话 每一天都希望神啊 你快快提示给他 给他讲话 给他做目 看意象 给他做一些奇迹 他就会真正的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值得我们敬畏的上帝 不是 怎样讲 好 接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觉得 还在complain的话 还在抱怨的话 还在觉得说 哎呀我很想放弃这些信息啊 真的等很久都没有来 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 真的我们到最后了 好 我希望我先生也没有放弃 我相信他到今天有听 但是不知道听到多少 但是希望大家都很清楚的 去听 一心一意的去听 因为这是上帝的信息 每一次我们听的时候 圣灵就在动工了 ok 第十一那边就看到上帝的手 就在我前面了 很近很近 我就好像要 就要遮盖我的脸了 就在我的前面这样 好 接下来我就看到圣灵的手 圣灵的手是长长收收的 他的手就这样 像就我这样 就一直讲说 我要来啦 要勾你回去啦 ok 要把你勾回去啦 ok 就好像钓鱼这样 然后一个勾来勾 来勾 教育这样勾是回去啦 感谢大家 然后呢 我不是有写 就当我在画画这个图片 画十一那边 神的手就在我的面前这样 当我在画的时候 我的旁边 就是我的 那时候我在房间 我的后面就是我的床 床的 突然间会出声音 就好像墙壁 所以人家用那个手指这样打一声 在墙壁上打一声 ok 然后我就快点看时间 是555 就是 恩惠 恩惠 就是昨天前前不是有听到 神一说恩惠 恩惠 就是Grace Grace ok 今天神又叫我要放下去 这个恩惠恩惠 ok 所以这些时间我们走过的 都是恩惠的时间 都是恩典的时间 就是给大家一个 还有那些人还没有准备好的 给他大概一个时间来准备好 就是一过去一过的话 就没有得救了 没得救了 ok 现在还有得救 就赶紧谦卑的来到神面前 不管大家喜不喜欢我的声音 ok 当时我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声音 如果不喜欢我的声音就赶紧灰改了 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上帝创造了 我们我很喜欢听到你们的声音 好不好 感谢下面一句 那接下来就 当我在highlight这个青色 coming to get you 那个时候 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 是当时在传 就是在我背后传的前端 就是也在 又在啪一声这样 ok 那时候是558 就是N点N点 新的开始 N点N点就要到新的开始了 好 我就看第13那边 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上面桥字 然后旁边有水字 所以下面是E 容易的E 好 其实这个字已经显示给我最少两次了 但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去找Google找不到这个字 所以这是第二次 最少第二次 那我就我们自己把它分开了 上面是桥 桥呢也是两个十就是二十 以前我们有写二十叫 像我写在下面那边二十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找找不到 ok 就是以前我们写二十的时候 就是上面两个十加起来 两个十字架加起来就是二十 ok 两个十就是二十 然后水呢 上滴水 ok 那一那边 桥字桃下面呢就是一个字 字 字的字 然后又一不是前天看到上帝都所在写着字 然后下面一 对不对 就是被提的那一天就是十一一字 就是那个大字 就是被提的那一天 所以字 然后下面一 ok 然后又再下来就是一个物 物就是什么 是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那神在这跟我们讲什么呢 就是说绝对 啊 那个大日子不是二十号 因为我们有看到二十红色了嘛 那就是救恩对不对 或者是成功哈 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是不是在二十号 在这个字里面就供大家讲说绝对 那个最大的日子 我们回家的日子 我们回家的日子不是二十号 好 接下来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有听到声音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ok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ok 是讲到时间 就给我一个一个 一个 就是说这个字是跟你讲到时间的 ok 那第十四那边就看到主耶稣的两个手指 ok 两个手指这样这样像就从洞到虚那边 然后很大 他的手指已经在我的前面前面了很大 就讲世界已经很近很近了 那时候呢 啊 就讲到什么呢 听到声音讲 罪 罪 很多罪 这世界上有很多罪啊 很多罪 准备好的人就走了 准备好的人就要走了 ok 就两个两个手指 当然现在我知道两个手指 就是前天我们不是有看到三个青色的四方格吗 然后下面有五 没有 上面三个对上面三个青色的青色的四方格 下面是四个粉红色的四方格 那就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ok 就是一个星期 所以啊 有分成两个小段 两个小段就好像两个 嗯 七等于四三 或者七等于三四哈 所以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棒 所以就是前天看到的 啊 接下来第十五那边就是看到好像一个炒菜的一个 呃一个什么pain frying pan这样啊啊 啊 锅这样 当时好像他的他的什么他你的handle啊 他的手拿着呢 一段已经掉 已经已经把他把他呃 折断了 或者是说把他收起来 这个这个frying pan要收起来了啊 所以有时候有些frying pan是能够借上去 可以把它拖下来啊 就是把它拖下来放在里面说 没有再炒菜了哈 没有再炒菜了 嗯 要回家了 好接下来死吧 有没有看到上面那边好像一个棚子这样 有三立灯 三立灯是青色的灯 ok 青色的灯上立 好 三立灯就是大概是讲到我们要到后面 这个三立灯就是了 就是了 好接下来我看到这个走栏那边的四方格 ok 然后看到这个字小朋友 然后听到声音跟我讲说 介绍给小朋友 什么介绍给小朋友呢 就是介绍主耶稣给小朋友 你的孩子不管你多多大 就算他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到少年到年轻 都要介绍主耶稣给他们 好不好 大家要记得介绍家人 就算小孩子也要跟他讲耶稣好不好 好接下来就讲到恩惠恩惠恩惠就是五五了 我看到之前看到的印象 那五加五就是十了 要记得二十六 二十六就是二月六号 二月六号的话加十天的话就是十六号了 好接下来有没有看到二十那边就好像书卷这样 有看到两个书卷这样 不是书卷 好像一张只把它这样卷起来 这样看到两个ok 两个大概就讲到还有两个小小的台阶 还有一个就是十六没有看到十六那边 有这个走篮走到PCNCity那个走篮 我看到这个印象 不是这样看到图片而已 是真的好像video好像在里面走ok 里面走我走过楼梯有三个台阶 右下楼梯五个台阶 右下楼梯四个台阶 就是在里面走 在走篮那边走 走了一阵子走了一阵子 然后也有接下来就看到数字7227 这个7227哇很多很多7227 这边那边那边都有7227 ok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之前有看到797 然后四方格里面9 对不对 那72是什么呢 72是什么 ok我现在可以讲说我会了解 因为后来神有提示给我 那就是说这个要经过这七天的台阶 七根台阶有分成三个青色 四个粉红色 然后再加两天 为什么两天呢 第二天过了这七天就是过了这青色跟粉红色之后呢 还是等着就是背提的一天 背提的大家要记得东方跟西方相差了一天 相差了一天 所以呢我们西边那边如果说是17号的话 东边就18号了 18号也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异象 也真的88 好接下来 要不然我就更用心的 好接下来21那边 就是看到哇主耶稣的手就在我的前面啊 很快的就把我整个脸拆盖起来了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我要来带你回啦 我要带你回啦 带你们回啦 神说他要来带我们回啦 要来抓我们然后带回去了 所以神背提的手是很快的 就是神的手下来就要上去了 所以留下来的人就留下来 背提的人就背提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紧张准备好 因为在一秒钟当中一下子 你被留下来的就是留下来 背提的就是背提了 没有其他方法 没有其他时间了 所以就是一刹那之中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好 OK 如果家中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准备好的 计量叫他们准备好 好像我的那个师妹 师妹你这小儿子那baby啊 如果有机会跟他讲一下快点来到神面前 好不好 谢谢你 好接下来 二十一那边就看到 因为看到主耶稣的手 他的手我画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比较短的 就两个最后的手指 最后的两个手指 其实我画的太短了 应该长一点 OK 但是表示说最后的两个台阶 不是最后的两片 以前我都认为是最后的两片 短短的台阶 现在才知道是最后的两个台阶 短短的台阶 好 接下来我画下来这个767个长方形 就是这个WhatsApp 我就再画下来 然后这个Y 然后又这个大家都了解了 我不再讲了 那接下来二十四那边就看到797 然后9在这个新天新地哪一端 然后我就等下我会做点功课 对不对 有有有 好 那今天 昨天也看到7227 好 那我再做一点功课回去 二十五那边 回去正月三十一号 因为那天我真的哭着等候 我要崩溃了 书就很怜悯 OK 就是 圣灵真的 神真的很怜悯 而且都是很可怜 有时候 他就给我看到 那个华人的菠菜 有没有 常常的 你放在烫里面 在水里面烫一下 就熟的那一种 OK 华人的菠菜 刚刚好哪一天 我先看到这个菠菜 然后差不多五六七点这样 我的五六点 我的女婿就买那个菠菜 中华人菠菜回来 我说 这个不是我下午看到的一项吗 这个菠菜 好 现在给我拦子舌的观 看 那个菠菜 主耶稣就拿了 这个菠菜蛮长的 蛮长的 拿了一只给我看 然后又拿掉 又拿新的一只给我看 OK 两只了 两把了 接下来他就给我看到 比较小的一把 然后他叫我看看 OK 他的根向上 他就把它用剪刀把它剪断 剪到之后 他又拿出一个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现在我才了解 比较小的就是代表三天 然后比较大一点点代表四天 然后比较长的 那个好像很壮的一把的 两把的那个菠菜 就是代表七天 七天了 这全部是三个七 就是之前看到的三个七 好 我就数算一下 OK 把它剪断的那个菠菜呢 就是27号到30号 正月27到30 因为27那一天 我们认为说26 哇塞的26已经完了 我们还在这边 OK 那27就崩溃了 那神就给我们看到 27到31 14天 27 28 29 30 正月 14天 4天 就是那个菠菜已经把它剪断了 OK 之后呢 就看 没有没有 这个菠菜是31号 对不起 对不起 这菠菜是31号 就是我崩溃的那一天 其实27也崩溃 也差不多 就等了 就等了没有来 当时还没有崩溃 31号崩溃 OK OK 就给 就31号就看到它剪了这个菠菜 那 接下来最小的一把菠菜呢 就是代表31号到2月2号 OK 就是22 那2上有一个新的一段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看到at the end of 23 对不对 2月3号呢 到2月9号就是7天 这个就是大把的那个菠菜 然后从2月10号就是星期日 OK 就昨天了 我们现在星期一了 11了 OK 2月11 11 有没有看到我很多时候看到11 亮的11 也就是说在2月11号的时候 你会得到答案了 真的 刚才过了半夜 就进入2月11号 神就给我看到异象 就是讲 就是这样 后面这样有没有看到 5天5天后七七 就是给我一个答案 一路来的等候 OK 好 12月10号到2月16号 就是一个星期 OK 好 接下来 我神继续给我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 讲到5天5天后 还没有到那边 所以他就继续鼓励 继续给我看到异象 就看到我的孙子 我的孙子这个 比较大 差不多现在是5岁半 5岁半 他就看到他坦在地上这样 然后他头上好像是沙发椅子这样 然后他的眼睛望着上面 望着天花板 望着天 然后他的嘴巴 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他的嘴巴 他的嘴唇 是粉红色的 他是蓝的 他的嘴唇是粉红色 很漂亮的粉红色 就给我知道说今天是昨天 昨天2月10号是进入粉红色的一天了 OK 2月10号就是进入粉红色的一天 就是进入最后的七天的一天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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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接下来是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女孩子 差不多34岁这样 看到他在我们的楼梯 OK 我们的楼梯这边从楼下走上 楼下走上楼上楼上楼上下来 那个楼梯那边一样样的楼梯 一个上四岁的女孩子就 蹦蹦蹦蹦蹦蹦 跑上去 跑上去 然后他停止在哪里呢 他停止如果下面走上去 他停止在第七个台阶 she stopped at the 7 steps 他停止在第七个台阶 就是跟我讲说 你已经进入最后的第七个台阶 七天了 最后的七天了 那我看到他跑跑跑上去了 然后之后一下没有 所以我就去那个 那个我们的楼梯那边去看 数一数有几个 几个step 有几个台阶 全部是八个 八个他停止在 不是最高那个 是下来一个 就是第七个了 所以感谢照美酒 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给我们一个智慧 好那时候还没有到后面 那接下来我就看到 我好像我自己的手 就一个左手就是left hand 五个手指都出来了 就是讲到 其实现在我才了解 是讲说五天之后 五天之后 接下来 其实有戒指 我忘记画这个戒指 四号子 所以有看到那个戒指 就知道是我自己的手 就很像我的手 好 接下来是 因为怎样 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和大多数的可以讲 每一次都是灵里先收到 我们的灵里先收到 然后我们才知道 OK 重体才知道 头脑才收到 好 接下来第29那边就看到 那个什么洗手盆 洗网盆 洗网盆那边就水流下来 好像我的手在洗网盆 然后看到三条那个四季豆 然后我就把这个三条的四季豆把它撕起来 把它拿起来 三条青色了 现在当然那时候可以说剩下六天 六天的话三条的话一条是代表两天 对不对代表两天 好 接下来第三手那边就看到一只手 OK 一只手 我相信看到主耶稣的手 主耶稣的手 然后呢 他的手上有那个color paint color paint 彩色笔 是短的 很短的 我有时候就用因为是我的孙子的小短短的 就有三个是青色的 一个是白色的 OK 那三个青色一个白色 嗯 啊 也可以说是代表代表最后的青色 不是我前天已经看到了 看到三个青色的四方形 还有四个粉红色的四方形 所以一讲到这个青色应该可以可以讲说是 全天看到的四个四方形 青色的四方形 所以今天就是说 四个青 三个青色的 青色的彩色笔之后呢 就是白色的彩色笔 就是回家的那一天 所以青色过后就是回家了 OK 就是回家了 接下来 我在文明里再 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讲说 阿兵 阿兵就是我一个子儿 他很乖的 他跟他哥哥都很乖 还有我另外一个 埃塞也是 子儿也是很乖 OK 感谢咱们一句 OK 还有其他子儿们 OK 其实都很乖 子儿子女都很乖 还有弟弟妹妹们 OK 大家都很乖 OK 我相信大家在主的眼里 在上帝的心里 在他 上帝都说我们很乖 因为我每一天都亲近他 好好讨他的喜业 而且爱神爱人 好我就听到说阿兵 然后就立刻看到一项 立刻看到一项 白色的那个背体的门 就打开了 打开有一个人跑出来 他在门那边 这个人当时神把他怎样 就是有一点暗 灰色不给我 看到是不是阿兵 我相信很有可能就是阿兵 我叫阿兵 所以阿兵就出来 或者是看过那个门的 在那边等候的 OK 这个门就是给阿兵的被提的门 感谢他们就接下来 我就 在哪里了 现在31 32那边 OK 是过了12点 就是进入2月11号 OK 就看到了前面字写着5天 然后写着5天后 之后呢 过几分钟之后呢 又看到什么 看到77 OK 好 那5天5天 就是 7期是什么 两个期就是